行政機閣衛部的作業上的行政規則 還有居室外交金融服務和市檢防制 這樣的規範 所以他們標例最主要就是 中央行政機關所訂定的規定 讓大家看一下這十八個條路 其實他們能發現 他從開始說中央行政機關 你必須要能夠很像的協調 能夠好好的溝通 法規要注意的品質 要有立法計畫 讓業界可以早點預計到 法規要變成什麼 要有法規公明的工具 要使用很容易的溫度 大家能夠閉幕的品牌 在法規定的過程中要透明 法規定完之後 要馬上發出公開上網 另外也必須要有一個檢討跟改善意的機制 這大概是十八個條路的品面 所呈現從法規能力制定 一旦發布後面的檢討過程中的概況 帶大家看一下重點 首先法治機關要能夠互相的協調 機關之間要避免法規產生重疊 同時要能夠考量到貿易投資 還有對小型系列的一個負擔 另外就是很強調的是要善用相關的科技 來提升整體的透明化 甚至在條路當中希望建立一個品牌 從法規的聯理端 製造端一直到發布 甚至到整體的立法計畫 都可以讓民眾很容易的 可以在一多網站當中就可以查找到 另外這個是一個在TRP專長的證明 就是嚴重的階段 在嚴重的階段 這邊非常強的能夠讓民眾充分的參與 所以呢 在專長裡面首先要求 這個訂定法規的時候 一定要是用參考最佳的一個資訊 不要現在已經是AI時代 我們還在看以前17時代的東西來訂法規 這樣的一個規範是不允許的 另外就是能夠公佈在未來12個月的立法計畫 那其實台灣在92年前 有公佈所謂的法規立法計畫 不過這個部分因為後來實行的不是非常好 那在透過TRP專長之後 我們在妥心開始來檢討 來做法規計畫的一個調整 法規業務要簡單明確 另外這個重點就是說 相關的法規草案應該要至少 原則上應該針對這個冒浪英國投資 有重大影響的話要預告60天 讓民眾在60天之內 可以清楚的去掌握法規草案 可能有內容化 另外就是要有一些法規影響體質 在發布之後呢 應該要讓民眾晚上可以知道法規定什麼 所以要在網站上立即的公開 另外不夠讓黑黑關系列人 能夠適時的提供建議 請站起來